美债收益率倒挂现象加剧 显示市场担心美联储的激进货币政策 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 美国国债收益率因此攀升 美股星期四延续死气沉沉的收跌状态 道指市下跌173点 收报30962点 标普500指数同样延续跌市 下跌了45点 跌幅为1.13%到3901点 写下自7月18号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 主要表现逊色于主要股指 跌了167点 在11552点的水平挂收 此外对利率敏感的美国国债持续上涨 加剧曲线倒挂现象 市场认为这是经济衰退的预兆 在星期四的交易 美国五年期和三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多达了20个基点 创下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就在美国能源部表示 补充战略石油储备的计划 不包括价格处罚机制 可能在2023年财年之后才会实施 因此油价下跌 截至今早9点 WTI纽约原油每桶报85美元 跌幅为0.23% 布伦特原油再下跌了0.17 每桶报90.67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评论